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累计涨幅呢 也达到了2.5%以上 中国方面在上周五呢 继续维持原地几乎是 并没有 几乎原地是踏步啊 上下幅度呢 都非常之少 上上阵指数呢 是上涨 是下跌 大约是0.28% 深圳方面呢 下跌0.5% 两市呢 基本上都在关键价格之下 上海人依然在3100亿之下 深圳呢 也是在11000点以下 那么欧美方面呢 昨天 应该说是上周五涨幅 并不是出现太多的惊人的变化 欧洲方面三个国家呢 变化都是在1%以内 但是呢 上周累计 特别是德国 英国和法国呢 它们分别上涨幅度都是在2.5%以上 美国方面呢 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也没有出现太大的变化 包括了标普500道琼斯和纳斯达克指数呢 均有大约是0.7%以内的变化 而且还有轻微的下跌 但是呢 在上一周 整体来说 美国股市也保持了大约是1%左右的上涨 在其他产品方面 黄金基本是原地踏步 石油价格呢 由于上周五的时候呢 传闻市场上 这个沙特与这个伊朗和俄罗斯可能达不成石油的现产协议 导致呢 石油价格在上周五的晚上曾经一度是暴跌 超过5%以上 油价呢 再次回到了45块钱左右 那么另外在上周五的时候呢 中国方面也正式宣布将会推出信用违约互换产品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CDS 这个推出呢 也是为了中国未来这个金融领域的这个风险的回避 以及风险的控制 提供了更多的一种选择 那么在今天的热门话题里面呢 我们就跟大家用通俗的语言 简单来说一下什么是现在我们说到的 人民币SDI 以及呢 这个上周五新推出的CDR产品 CDS产品 首先我们来说一下这个SDR 我们知道呢 在10月份 人民币呢 将会被正式的纳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SDR 也就是中文叫做特别提款权一揽子货币 那么这个新闻呢 也多次出现在不同的报纸和媒体上 今天我们就来着重说一下 这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知道呢 在国际上现在流通的货币啊 主要货币还是以美元 欧元 日元 英镑 这四大货币呢 为主 人民币虽然呢 现在也是一个主要的贸易货币 但它并没有完全的流通 但是呢 从10月份开始 也就是下个月 就是下周开始 人民币呢 也将正式的成为SDR 也就是特别提款权 这个几个组成货币中的一个 原来呢 这个组成货币是由美元 欧元 英镑和日元 四大货币组成 那么从下周开始 人民币将正式的进入这个 特别提款权的组成部分 成为呢 这个世界上 应该说是 一个特别流通货币中的一种 那什么是SDR呢 从官方意义上来理解呢 它似乎是一个非常拗口的话 我们用官方的说法呢 就是 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员 对于可以自由使用货币 这个潜在的一个债权 这什么意思呢 读起来是让人云里雾里啊 简单的来说 我们可以把SDR就理解成一个国际通用的啊 一个货币 综合性货币 是地球村的货币啊 那么这个SDR呢 它虽然并不是啊 存在任何像五块钱 十块钱 二十块钱这样的纸币 但是呢 它可以被用来 当某一个国家发生金融动荡 金融危机需要用钱的时候呢 它可以等同于美元 等同于英镑 等同于欧元一样的效果 起到一个援助的作用 换句话说 SDR就类似有点像美元指数这样的一个形态 它现在呢 是由五种不同的货币啊 按照各自的比例分配来组合成的一个新兴的全球通用的货币啊 我们不妨这样来理解啊 所以哪个国家出现金融危机啊 钱用完了 这个时候呢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去研究它的时候呢 就可以使用这个SDR去研究这个当地的当那个国家或者地区啊 所以说人民币加入到这个国际的货币组成 也就是SDR的组成里面呢 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啊 它实际上呢 就是确认了现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一个地位 经济地位也好 或者说是汇率地位也行 因为你加入到这个SDR中 不但就是承认了你现在人民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 同时呢 也是国际社会对于人民币未来汇率以及其价值将保持稳定的一个信心 要是你说你这个货币整天是今天大跌 明天大涨 像这样的情况呢 很难融入到这个SDR中 除非你让国际社会相信你这个货币能够稳健 能够保持一贯性 保持一个联通性 这样来说的话呢 才有可能被考虑进入SDR 所以说 换句话说的话呢 其实现在人民币进入这个国际一揽子货币计划里面呢 其实对于其未来的走势呢 也是一种肯定 那至少呢 让投资者觉得 既然现在已经被纳入了一揽子货币里面 那么未来人民币在短期内产生暴跌或者巨大贬值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 但是从零售投资者的角度来考虑的话呢 其实这个意义呢 对于我们平时的日常交易中并没有产生太多的影响 更多的是一个象征意义 但同时也是人民币走入国际化中一个重要的步骤之一 那么再接着我们来讨论一下上周五中国刚开放的这个CDS 中文的全称叫做信用违约调换 那什么叫做信用违约调换呢 这个从官方的字面上理解呢 看上去信用违约了还能调换 这么好的事儿 似乎看上去不太可能 那其实呢 信用违约调换呢 看上去或者说听上去非常的拗口 实际在我们生活中 或者在中国广大的这个普通的日常企业的这个债务纠纷中呢 已经是非常的常见 我们知道现在通常啊 在这个产品出现之前呢 一个企业 比如说像中小企业 民营企业 他去银行贷款的话呢 很多时候银行呢 是需要有一个第三方的担保 就是如果你还不上钱 那么有你 由帮你担保的那个企业来帮你还钱 那其实呢 这个第三方的担保 它起到的呢 就是一个类似于CDS的行为 万一你还不上钱 那么由别人来帮你还 但是呢 现在来说中小企业要找一个第三方担保 要不就是你有非常好的个人关系 要不然的话呢 你就是与这个企业在贸易上 或者是在这个生意上呢 有密切的往来 要不然 普通人哪愿意帮你做担保 而且很多时候帮你做了担保 这个费用该如何收 是收的高好呢 还是收的低好 这个呢 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东西 因此 对于这样的行为 CDS呢 就起到了一个公平公正 相对于比较透明的 市场化的担保人作用 也就是说 我这个银行要借给你这个企业的钱 如果你这个企业信用良好 或者说你这个企业的还款资历一直以来都比较好 那么 我在借给你的同时 我不需要再去找第三方公司来担保 我可以到市面上去买一个针对你企业违约的信用违约 这个调换产品 但是因为你这个企业的形象和债务问题 或者说信用问题一直比较好 因此 我可能呢 这个买来的这个信用违约的产品价格并不会很高 换句话说 我购买保险的这个保险费啊 可以比较低 那同样 如果这个企业有问题 或者说它的还款可能还不上 那么它在市场中啊 这个信用违约调换产品的价格 或者说保险费就会非常之高 那么像当年在几年前欧洲债务危机的时候啊 希腊发行国债啊 新一批国债发出来的时候呢 信用违约的这个这个利率啊 高达16%啊 换句话说 你发1万块钱的国债啊 那么购买人想要买这个国债 同时需要购买的一个保险 高达16%的面额 就是一千再花1600块钱 所以其实呢 通过发行这个CDS产品 可以让我们这个原先私底下的 一对一的第三方担保人呢 更加透明化 更加市场化 你不需要再去找第三方 你可以在市场里面 根据你企业的信用 根据你企业过去的资质 来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利率 那么这样来说的话呢 第一 借款的人会更加有信心 你如果还不出钱 我不用去找第三方扯皮 我可以直接呢 通过这个信用违约产品呢 去发行方那边要钱 第二 寻找钱的那一方 也不需要辛辛苦苦去求第三方来给他担保 他同样呢 可以根据这个信用违约机制 由发行方为其生产出 或者说发行一个信用违约产品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呢 能够使市场上的风险更加分散化 避免了呢 某一个企业 因为这个第三方的三角债关系脱累 而导致呢 一连串的多米诺骨牌倒闭现象 那接着我们再来看一下单个产品 首先来看一下澳洲指数 那澳洲指数呢 应该来说 现在呢 是从21号开始是连续的上涨 虽然今天曾经也是一度跌破了15分钟 特别是短 15分钟我们说是日内交易的短线 短线通道 但是呢 它也是瞬间跌破 之后又马上爬上 总体来说 目前呢 依然是保持在上涨通道之中 今天我们对于澳洲指数可以参考的策略呢 整体上可以以创了新高 5445的价格挂单买入 卖出价呢 设定在5401的价格 如果掉破了这个价格 则挂单卖出 再来看一下澳元方面 澳元呢 自从是10天前 就是19号 正式突破了通道线 开始上涨以后呢 到目前为止已经连涨 接近200个点 几乎来说呢 现在是触及了高位 0.7680开始下跌 但目前呢 暂时澳元还没有跌破30分钟线 所以一旦澳元跌破了30分钟线 那很有可能将会带来更多的下跌 所以今天我们的挂单选择呢 就以0.76作为分水岭 挂在0.76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买入价呢 则需要设定在今天早上的最高价 大约是0.7630再往上5个点 在0.7635的价格挂单买入即可 接着来看一下石油方面 那美国油呢 我们知道在上周五下跌了4% 到目前为止呢 虽然有所回升 但是依然是30分钟和一小时都没有爬上 我们以一小时通道线为例 如果上了一小时通道线 我们才可以考虑进场买入 因此我们今天对于美国油操作的策略呢 总体上以45块三毛钱的价格设置挂单买入 空单方面呢 则要创了今天的新低 大约是在44块两毛钱以下再去挂单卖出 最后来说一下黄金 黄金价格呢 我们说到它是两次冲击1340 上去了一点点呢 现在双头又下来 那这样来说的话呢 现在来看黄金价格呢 几乎快要跌破它目前一个短期的支撑了 所以我们今天总体来说对于黄金以看空为主 空单设置在1331的价格挂单卖出 那时呢 这个价格1331也是同时跌破一小时通道线 以及这个9月22号的最低价1331 那至于买入方面呢 我们有两手考虑 如果你激进一些 可以在1334块八毛钱的地方挂单买入 第一目标1339 那如果你保守一些的话呢 则需要等待其突破了1340之后 再去挂单进场 第一目标呢 就是1344 如果连1344都冲上的话呢 那黄金下一个冲击目标 将会是年内的最高价 1370附近 那最后今天投资者需要注意的事件 在白天呢 日本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到了晚上6点钟 是欧元区德国那边出台商业信心指数 再到晚上7点半呢 是瑞士央行行长发表讲话 以及到晚上凌晨1点 1点05分 是欧洲央行行长将会发表讲话 所以今天晚上重点关注的是欧元以及瑞士法郎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